来看现在共和党内春风得意的川普 爱荷华州的党内初选 他破纪录超过50%得票 这当然叫横扫千军大获全胜 下一站是选民相对没那么保守的新罕部下州 而且这个州可以允许没有党籍的人也来投票 所以川普这时候不得不重视 原来在民调上面紧追他的前联合国大使海力 他在爱荷华州的初选落到第三去了 但是其实海力是最受温和派的共和党人欢迎 而他在心喊不下就是初选下一站 他的民调也超越在爱荷华州拿到第二高票的德桑提斯 高喊USA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赢得压倒性胜利 拿下破纪录超过50%的选票 让他目光一开始放在11月大选 对决现任总统拜登 川普挟着大赢气势 要选民不要在其他参选人身上浪费时间 初选隔天他也老神在在不急着往下一站造势 先绕去纽约法院自发出席他封口废案领选陪审员 去年川普在这起民事诉讼中性虐待诽谤专栏作家卡洛尔罪名成立 现在案件进入陪审团决定罚金阶段 川普控拜登政府司法戒选 不过对川粉来说 川普的法律诉讼越多 越能激起他们挺川的热度 在维吉尼亚州小镇 这家从旧教堂改装为川普周边商品的专卖店 各式竞选小物都有 上面不只印正经八百的阵营口号 挑衅粗俗的也有 反映民众对当前国家状态的愤怒 而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这个人能解决 连原本投给民主党的人 现在也转向川普 赞同川普说上届大选被偷走的川粉 尽管不认同2021年国会暴动 但就是喜欢据争议的川普 在台上时而大骂对手 时而手舞足道的川普 似乎让苦闷的美国人找到出口 川普到下一站新罕布下周的第一场造势 立刻拉前一天退选的青年创业家 拉马斯瓦米为他站台 另一位少数批评川普的参选人 前阿肯色州州州长贺勤森 则敌调退选 而在爱荷华勉强保住第二名的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 先是前往对手 前联合国大使海力的家乡 南卡罗来纳州造势 接着参加CNN市民大会 说爱荷华州初选结果显示 其实一半的选民并不支持川普 在爱荷华落岛第三 小舒德桑提斯的海力 则强调接下来是他和川普两人竞选 甚至拒绝参加原定周四 在新罕部下州与德桑提斯的辩论 尽管川普在新罕部下的民调也领先 但还立即起直追 更猛打电视广告 左打拜登 右打川普 根据爱荷华州入口民调 共和党温和派最支持海力 接下来举行初选的新罕部下州 五党籍选民也可以投票 共和党也多温和派 这对海力相对有利 想要阻挡川普逐鹿白宫的气势 新罕部下州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提升那种可怕的 I'm sweating